电子银行这个话题最近很火热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国行 很快就会宣布谁是最后的大赢家 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也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部署 提早入场 不然等宣布过后就有一点点小吃了哦 那么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将会直接进入重点 去看看到底电子银行是什么样的生意模式 是否它只是一个短期炒作 还是长期赚钱的领域 而我也会用实力来大家去了解这一系列的资讯 同时间在影片最后 也会带大家去了解在众多选手当中 我个人认为谁更有机会获得这个电子银行执照 嗨我是乐雪 欢迎来到我频道和我一起快乐学习吧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投资理财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就一定要关注我哦 电子银行老实说很多人都听了一头雾水 因为顾名思义也就是以网络提供银行服务 那么跟目前传统银行所提供的网上银行服务 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还真的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当我们讲电子银行的时候 主要还是指该银行所有的运作 完完全全都是以科技和网络来进行 没有实体垫步 那么如果我们更认真的去看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因为新的电子银行指导主要还是提供更全面 更包容的银行服务 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那些比较难获得贷款的群众 当中就包括了geek economy的工作人士 也就是打零工的人 或者是一些外劳啊 和一些在偏远地区的民众 因为要知道 目前的银行来说 他们都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审核系统 他们通常都是需要申请者有个正值 所以这就导致有些群体比较难获得贷款 同时间有可能也是一些偏远地方并没有银行分行 导致他们在获得金融服务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网络盛行 一击在手 导致电子银行就可以连接到这些地方 所以简单一句 服务对象是与传统银行不同 那么为什么这个电子银行的指导会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呢 那么要明白 银行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个高监管的领域 虽说有意成立银行的公司是可以申请执照 但是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大家对银行的生意有兴趣呢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生意模式 你把你的钱放进银行 然后银行就有钱了 他就想 钱我们就拿去剩钱 所以他就把你的钱拿去借给别人 再赚那个利息差 而在一个完美欠钱还钱的世界 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所以当国行宣布将颁发五张电子银行执照 这就当然会引起一股轰动和热潮 而目前是共有29家公司去竞争这五张电子银行执照哦 那么在这个热潮的背后 我们就需要冷静下来去看待 到底他真的赚钱吗 因为追根究底 他也不过是一个传统行业 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视线从马来西亚 穿越柔佛长提 来到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在2020年尾的时候 是颁发了四家电子银行执照 当中我们认识的公司 也就有REP和Sintel所组成的联盟 C Limited也就是Shopee的母公司 还有蚂蚁竞服 那么过了一年 到底这些电子银行怎么样了呢 我们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根据多家报道 这些获得电子银行的公司 应该会在近年 或者已在近年初 慢慢的投入运作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是看到 拿到执照后 也不是一个马上就能获利 反而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 去筹备的行业 那么我们从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例子 可以看到什么趋势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当中 或者电子银行执照的公司 有本身就有提供金融服务经验 同时间 也有像Shopee和Grab 本身是拥有自家的品牌 自家的生态权 这就可以让他们把金融服务 提供给他们现有的用户 而我们就拿Shopee打个例子 你在Shopee上买东西 当你付费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Shopee的电子银行 的信用卡或者是账户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当中的钱就一直在电子银行里打转 而电子银行就会有足够的资金 去提供金融服务给别的用户 还有还有 近期也有了一个新的模式 也就是 先买后付 也就是让用户先买 然后再慢慢的还钱 这个模式就非常适合 像Shopee的购物平台 为他们现有的生意 再扩张生意版图啊 那么我们是从新加坡的例子 看到当中的趋势和可用之处 但是 有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 我们是可以参考的呢 我们是看到自2015年 中国是推出了五张电子银行制造 自此 亚洲各国也开始了这个行列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电子银行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 我们是看到韩国的Kakao Bank 它的前身也就是Kakaotalk 一个社交媒体 由于本身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就代表他们有庞大的数据 所以当他们获得电子银行制造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开始提供贷款 给他们的现有用户 导致他们在短短的两年 就已经达到了收支平衡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了 本身拥有一个庞大的用户群 也是电子银行成功的一大原因之一 因为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产品 提供给现有用户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电子银行 也就是这个领域 如果经营的档是一定赚钱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做前生前的生意 同时间 因为所有东西都已经电子化 与传统银行比较 营运成本是来得更低的哦 那么明白了电子银行 我们就来谈谈你我都比较关心的话题 也就是马来西亚 29家竞标公司当中 到底谁更有机会获得 让我们可以超前部署 让我们来换一个新的场景 在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内容之前 就让我跟你们分享我生活中最近一点点的趣事 如果你敬请在我影片下面 你会看到有些人的留言是 说我最近的伙食好像很好 所以间接的说我变圆了 确实是变圆了 那么在变圆的同时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 当我想尽情吃各种美食的时候 口腔健康 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那么要怎样保持口腔健康 最重要也就是让牙齿远离牙菌斑 PLAG 那么很多观众会问 牙菌斑是什么 牙菌斑其实也就是附在我们牙齿上的 这个细菌禽落 久而久之也就会变成牙结石 Tarter 也就是我们要去见牙医 然后去洗牙等手段 才能去除的牙齿细菌 那么预防也就是要勤刷牙 刷干净 那么我们就来到一个分叉路口 普通牙刷 还是电动牙刷会更好呢 我就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其实只要你认真刷牙 手动或者电动 都没有关系 但是 最关键的也就是要取决你 是不是个懒人了 如果你能够按照巴士刷牙法 The best method 勤勤恳恳的手刷5到8分钟 那么牙菌斑基本上都已经被你消灭了 差不多了 但是那样是真的很累啊 那么电动牙刷的原理就是 高频震动牙齿表面的食物残留物 和粘性牙菌斑 其实就很像牙医使用的这些专业器材 只是不同于那些医疗器材的高频震动 电动牙刷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那么我们又应该用什么电子牙刷呢 经过一番比较 我发现了MTIFF这个品牌 MTIFF 听起来有点小陌生吧 MTIFF作为一个主打中美市场的品牌 过往都是在国外盛行 在中国的销量也很好 而近期MTIFF打算引进来马来西亚 已在Lazada开了他们的旗舰店 当然因为他们刚刚开旗舰店不久 所以网页的这个美化还没有完成 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MTIFF的官网逛一下 还是很有设计感的 而MTIFF本身有不同的这个牙刷系列 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也就是MTIFF的 X7系列 先说它的外观 时髦又好看 除了我手上这个天空蓝 还有同款的薄荷绿色 那么它中看中不中用呢? 我们就看到它是有五个模式 清柔、清洁、按摩、美白和泡灌 基本上就覆盖了我们热肠中常见的需求 而且每个模式还可以调节频率的 还有像我有点小懒惰的人 它的续航能力是长达120天 途中是不需要充电 与其他品牌比较起来 这一点就做得非常棒 那么这款X7系列的牙刷 也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这款牙刷是有一个自动两分钟 就会停止的功能 因为刷牙刷久了 对牙齿也不好啊 那么如果有新学朋友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来了解更多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 第一家我认为比较大有可能获得电子执照的公司 也就是Asata和RHB Bank所组成的联盟 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联盟有比较大的机会呢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Asata本身的业务有通讯 CELCOM 而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本身已有非常庞大的客户群 我们就看到截止去年9月 CELCOM是有9.22M的用户 除此之外 Asata旗下也是有Goost的电子钱包 还有还有 跟RHB Bank合作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在银行的导师 为他们排有简单 简单一句 客户 服务 和技术 这个联盟都具备 同时间 我们也需要明白 Asata背后的掌权人也就是 Kazana Malaysia 当然 如果你要部署 Asata和RHB Bank的拥有比例是60对40 第二家值得我们的关注 也就是Aion Credit和Aion Financial Service所组成的联盟 有看我这支影片的朋友就应该知道 Aion Credit本身并不是银行 但是是有拥有借钱执照 所以他们是处于在这个借贷生意 如果获得电子银行执照 其实也就是锦上添花 让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给用户 那么为什么Aion Credit是和Aion Financial Service一起拍档呢? 因为Aion Financial Service本身是一家大日本的银行啊 而Aion Credit本身在马来西亚就有5个Million多的用户 而如果你想了解Aion Credit更多 可以查看这支影片哦 第三家有可能获得电子银行执照的也就是你我都很熟悉 A-Asia旗家的BigPay、MIDF和E-Class Capital所组成的联盟 一样的思路 这个联盟最大的优势也就是BigPay 背后的公司A-Asia 是拥有庞大的客户群和数据 如果你去看这支影片 你就可以发现A-Asia并不只是一个航空公司 反而公司是有在力推他们的生态圈 而就用回刚刚Shopee的例子 我们就不难猜到电子银行对A-Asia的好在于哪里咯 而MIDF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金融机构 提供、投资、借贷、资产管理一系列金融服务 所以有人有技术啊 第四家我们可以考虑的也就是 Revenue Berhad Kananga Investment Bank 和沙拉越州政府所组成的联盟 Revenue主要就是提供金融与技术 Kananga则是金融服务 那么沙拉越州政府呢? 接下来要说的也就是我 为什么认为这个联盟有看透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电子银行 当中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要把金融服务 带到一些传统银行去不到的地方 如片眼山区 我们都知道沙拉越州政府非常有钱 但是也就有非常多的片眼山区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谁又更适合把这些服务推广到这些片眼地区呢? 就是当地政府咯! 所以如果我们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去看待 这个联盟就值得我们的关注咯! 刚刚讲的都是一些你可以在马股中投资的公司 接下来就讲讲一些重量级选手 我们看到却投资不到的公司 第一家也就是Grab和Sintel所组成的联盟 原因很简单 他们已经获得新加坡的执照 同时间他们也在近期成功入股一家印尼银行 有意打造一个亚洲地区的电子银行 第二家也就是Grab和Sintel的老对手 也就是C Group 而这次C Group是和YTL Corp强强联手 那么要知道上面所说的公司是我个人认为 该联盟的限天条件是适合成立电子银行的 并不是买卖建议 当然如果你本身有认为会获得电子银行的公司 相信宣布不久后股价会有短期的浮动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要成立电子银行也是需要时间的筹备 并不是说拿到了就一定赚大钱咯! 非常欢迎大家下面分享你觉得谁更有望获得这个电子银行执照 让我们可以参考参考哦 但是切记 投资需谨慎 独立思考很重要啊 还有如果你对MT的产品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来了解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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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